从初见曙光到夕阳西夏 时时刻刻都呈现着不一样的样貌 表达着不一样的话语 如同灯光在夜晚来临时的照明 不仅是照亮我们眼前所见的 也是点亮建筑与空间的一门艺术 语术在台湾已经创立应该有七八年了 今天应该是迈入第八年 因为灯具我们一直都是最专业的 也做过很多无数的好的案子 好的产品 所以在想说把这样好的产品 好的品质 答案是接受的 能够普及的灯具 在台湾能够 深更能够做出来 然后提供给消费者 提供给我们 爱护我们的一些客户 我们的灯具 其实按照使用的一个范围 使用的环境 可以分为室内灯具 还有户外灯具 还有户外灯具 美容外墙 还有景观灯具 我们大致上是分为这三类 对 那我们的使用者当然 因为LED毕竟它 它是需要安装的 而且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就是一站式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服务的对象 大部分就是建设公司 建筑师 室内设计师 或者是灯具同行 这是我们的服务的一个对象 我们会先针对他的作品 就可能是一栋大容 或者一个空间 那他对这个作品 他会赋予什么样的一个生命 再来就是他的周遭环境 可能他那边当地的那种背景 他有没有什么历史故事 然后我们想要在这个建筑里面 也把它带入进去 我们会先去了解这一块 有了这样的一个粗活的东西 我们会根据 比方说建筑师 或者是建设公司 他们所提供的 他们作品的一个外形 根据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们就来做 灯光的一个初步的设计 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它跟建筑 比较有大的相关联练 那很多的时候就是 做卖灯的人 跟安装灯的人 甚至就是跟水电 其实他们是分开的 那我们公司是 把这一块也接下来 因为我们公司有 电器成装业的执照 把我们里面的公司的员工 他们也一样有这方面的执照 证照 所以我们可以把光的产品 从设计 生产到安装一条龙 交给我们就是可以减少很多的问题 然后可以让整个流程都更顺畅 进来我们是做灯 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有 比方说3D 3D月有圣诞灯 它立体是用光 创造出立体的光 我们还有做一些互动 就是把科技 有别余望的东西 只是一个表象的东西 跟现在的一个 做一些科技的 一个人跟人的互动 或者能跟灯光的互动 能跟环境的互动 我们也把它放在这整个绿川里面 许朝崇老板 这一辈子就专精于光的领域 严谨的态度 坚守的品质 是他能在业界脱颖而出的一大关键 并以照明设计中高品质的光文化 扎根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将光的美好 传递到更多角落 不只是在台湾发光 也希望能在世界发亮 我们希望把这样光环境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能在其中是可以感到 非常自在 所谓的光自在的感受 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东西 带到整个台湾每个角落 那我们把光环境的设计 到登区的选用生产 它安装 我们就是把这整一条龙 一站式的一个概念 跟我们的客户做宣导 然后让他们也接受 我们这样的东西 那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宗旨 在这 我们在这